大家好 欢迎收看九九爱娱乐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创五首批回锅肉选手名单曝光 创一遗珠再次加盟 二公主姚安娜驾到 秀粉不淡定了 如今创造营221才刚刚结束不久 但关于明年创造营2020的筹备工作已经提上日程 其实 在之前就有消息透露 关于创五的海选已经开始进行 早期创次播到后半段的时候 就有不少的海选路透照先后曝光 可以看到有不少颜值出众的选手 同时 由于今年国际模式的成功 不出意外 明年女版创五应该也是走这种模式 而且在早期 就有娱乐博主曝光了明年参加节目的回锅肉选手 除了很多国内的以外 甚至还有不少的海外单红爱豆 虽然不知道真假 但那个时候也引发了一定的关注度 整体来看 也免不了溜粉的嫌疑 但在今天又有消息爆料 作为经纪公司ENT旗下训练生 全部参加了创五节目的面试 其中就包括 刘仁宇 苏瑞奇 罗逸佳 这三位曾经分别参加过创一和创三 也是首批确定的回锅肉选手 当中的刘仁宇热度最高 毕竟当年就挺进了创一的总决赛 尽管最后以第13名的成绩遗憾止步 但如果回顾原来的创造营101 刘仁宇无论是唱功还是舞蹈水平都相当出色 甚至还是得过A的成绩 也是当年的遗珠选手之一 虽然说刘仁宇没有成功出道 但自己之后 今年依靠着自己的努力 在娱乐圈打拼 除了积极地跟粉丝互动以外 也拍摄了一些影视剧 并且还给不少作品演唱主题曲或者OST 尽管说无论关注度还是话题量方面 都不如其他同龄艺人或者队友 但可以看出他非常努力 除此之外 还有苏瑞奇 当初在创三的时候 也是挺进了最后的总决赛 可是 由于当初那一季节目在第一期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初步确定了出道名单 同时再加上减少了组合的人数 竞争肯定也是更加激烈 所以 想从中出道真的非常渺茫 可在总决赛舞台表演也是相当的惊艳 现在这些鱼珠选手再次加盟创舞 也成为关注度最高的回锅肉选手 以他们二人的实力 再加上近几年的努力训练 应该会在很多选手中脱颖而出 不仅如此 虽说都有舞台经验 但他们都是00后的小姑娘 所以在年龄方面没有任何影响 同时 由于今年创四一开始就出现了海外选手降维打击的画面 想必创舞应该不会再走这种形式了 在截稿前 龙人宇的后援会也简集做出了辟谣 透露未参加创舞 但思维奇这边还没有得到证实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精彩资讯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